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介绍一个如何按摩自己的淋巴 淋巴结 说起淋巴结啊 淋巴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很关键的一个部位 因为什么呢 因为淋巴是我们人体的一道关卡 什么关卡呢 就是它是抵御细菌病毒 以及肿瘤入侵我们的一道关卡 它既对我们有保护作用 又对我们有警示的作用 那么怎么个保护和警示法呢 我呢 以前啊 很年轻的时候就经常会觉得这个地方啊 是肿的 刚开始不知道 年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老觉得这番鼓鼓 鼓得脏脏的 大大的 然后朋友就告诉我 一摸呢 还痛 后来朋友就告诉我说 哎哟 你这别小看你这个哈 你得要去医院看一看 然后我就跑了好几家医院去看 哦 这个地方怎么肿的了 后来查了半天 说你这个没什么事 就是它可能就是你的叫做妇孺 我每个人 我开始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妇孺 后来人家说你这个肿大了 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妇孺 所以不用管它 但是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我觉得 哎 怎么越来越疼痛 然后呢 当然我们以前在中国的话 就经常会去什么美容院啊 按摩院啊 去进行那个按摩 调理 这个时候呢 美容师就告诉我 说你这个地方是不通 你要把它经常的揉一揉 把它推一推 推通了以后呢 它这地方肿了 就慢慢慢慢的小了 哎 后来我真的 我每个星期都到美容院去按摩 有时候一个星期去两次 哎 真的是 就慢慢慢慢这个方就慢慢平了 就不能那么肿大了 但是我们出国以后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好像现在这边的美容院啊 按摩院好像没有中国那么好啊 没有那么专业啊 所以说也去的很少了 那么后来呢 我就自己在家里面自己按摩 因为我们每一个自己要学会爱护自己嘛 我一直强调我们的每个人都要自己爱护好自己 所以呢 就自己来自己按摩 那么今天这个按摩方法呢 就是淋巴 自我按摩法啊 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工具啊 那么第一个工具呢 就是我就是这个啊 这个就像个小推子一样 这个我是在中国买回来的啊 这个小推子 这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是我的那个 还是我的那个 我的一个玉佩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小秘方 就是我美容养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工具啊 就是这个玉佩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手 还是手 有大拇指 还有这个地方都可以 那么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这个方法是三步按摩自己的淋巴 但我首先强调的是 如果你这个地方特别肿大 疼痛 你一定要到医生医院去检查 是不是有什么肿瘤啊 或者其他的病变发生 如果有病变发生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瞎按摩 因为如果要是癌症 你去按摩 它可能会引发它的扩散 这个一定关键 所以在你自己要确认 你没有很严重的疾病 也是只是一个保养的情况下 这个方法对你非常有效 好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 这三个什么样的方法 那么首先这个 你看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逆按 怎么逆按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啊 这是最中间这个地方 你呢 首先你可以用这个中指 抠住这个地方 把这边抠住 你看你一抠 你会觉得有点阴影的疼痛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指 大指 大拇指呢 就把这个地方捏住 捏住以后把手往后面拉 你自己能感觉到你捏的时候 这一块就是一个筋 就像一根筋啊 这个地方就一个肌肉啊 就把它捏住 捏住 捏一下 捏个五秒钟 然后后面拉一下 放开 好 再捏 捏 放开 你这么每天没事的时候 坐那儿 你会觉得这个很舒服 好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用这个 这个呢把它推 推怎么推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乳房啊 离我们的淋巴是最近的 其实有时候你看有时候 我们比方说有乳腺 有乳腺癌啊 或者乳腺需要开刀的 它一般都会把淋巴全去掉 所以它从它从乳房开始 割 一直把这个整个淋巴全部去掉 为什么 因为它跟这个淋巴挨的太近 所以影响最严重的就是 乳房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淋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推的时候呢 既要推这边 也要推乳房 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的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推 啊 这样推 你其实你自己推的时候 也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检查了 就整个乳房哈 其实我们乳房经常这地方会塞 我们自己会摸得到的 因为这地方它会一按 它就会疼痛 疼痛 就通则不痛嘛 痛则不通嘛 通肯定是不通 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啊 推一下 你看 你自己觉得哪里通的 多推一推 就往这推 推 然后这地方也是啊 推 推到这 推到这 推 推 啊 推 啊 这是用这个工具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用我的玉佩啊 这个就是刮刹的方法 你也可以这样 来 推 往上向 推 推 这个也是 推 好 这是第二个方法 那么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刚才是捏 现在是用这个大拇指 就是按照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 就是按 一按 推完了以后 你再把它一按 也是 按个五秒钟 放开 然后再按 按个五秒钟 放开 再按 按个五秒钟 放开 好 你就会觉得 你再松一松 你就会觉得 如果要是你要是这边 因为 刚开始做哈 确实比较疼痛 因为刚开始的话 你这一方都是不通的 你自己都摸得到 如果实在是没有这些工具了 就用手 那 用手呢 用这个地方 用这个地方 就这么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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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推的时候就知道 这个力度自己掌握的也蛮好的 哪个地方痛呢 就多推一推 推多少下呢 拖一百到三百下 就随便你 你就这么推 特别是有些那个 就是妈妈们 这个刚刚断奶以后哈 它的那个地方 肯定会很肿胀的 所以你要经常的自己呢 保健的时候 就把这个乳房呢 因为它这个全部连着在 喂奶嘛 它里面肯定有一些残余的奶 你就可以把它都推一推 就推 上面也是这么推下来 推 推了以后 按 按 按 这三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 两个字就是要坚持 你看你我按完以后 你就觉得这个地方暖暖的 很暖和 那么我现在再总结一下 就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就是你啊 你这个中指头 你到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然后你这个地方卡下去 这个指头 按下去 然后就把它 像有点抓的感觉 把它抓起来 然后这个手呢 借着这个力往后 往后推 你就觉得整个这个 整个这一块 这块肌肉啊 就把它紧绷了 实际上它就在 帮它在运动 就运动自己的 体内的细胞 拉伸 这样啊 这个往后 推啊 能够推多长 能够推到什么地方 就推到什么地方啊 捏 拽 往后 推 五秒钟 放下 再捏 五秒钟 放下 你这个动作 你可以做个 三十次 五十次 就随便你了哈 你自己觉得怎么 怎么能够开心 就怎么来啊 这是一种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 啊 我用这个 就是 这叫推 这叫推了 刮痧按摩的方法啊 这个方法 或者是 或者是用玉佩按摩 啊 这都是一个方法 都可以 无非工具不一样啊 第三个就是用手 好 这第二个方法 最后一个方法就是 推完了以后 把手捏 捏住 捏住 手也绷紧 捏住 好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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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方法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其实在你的那个 按摩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很枯燥 你会觉得 哎呀我数五秒 多枯燥 其实我说的五秒 就是 就是随意的 你可以在那个做的过程当中 你放一点音乐 或者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眼睛看电视 你手在做 那多少 无所谓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说了 那个淋巴 它是一个保护我们身体的一个屏障 你把这个淋巴缩通了 有好多好处呢 那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 是提高免疫力了 那第二个呢 它可以 瘦身 因为排毒完了以后哈 你比方说有的是双下巴 双下巴一堆 其实很多双下巴是因为它的这个淋巴呀 我已经介绍过颈部按摩 那么淋巴不通 所以就堵着在 堵长了 它成了双下巴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地方堵了 它肯定上面都堵 它经络它是一条上去的嘛 那么这个地方堵了 那么上面肯定就堵 所以你把这地方全部按通了以后 那么它可以让你 它可以让你越来越漂亮 所以为什么我老说你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开心 因为你健康了漂亮了 你肯定开心 所以你把淋巴按通了以后 你还可以美容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 我们呢要经常的去来按摩它 不限于地点 不限于时间 也不限于环境 你觉得你没事往上一坐没事的时候 马上手就动起来 你就开始捏 我有很多的视频 都捏手啊捏脸啊 捏头啊捏脖子啊 当然我还会继续往下 把整个身体的部位都告诉你 怎么样自己自我保健 啊这样我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有时候比方说我实在是忙的忘了 那当然不能在外面 你要这么做人家觉得你干嘛呢对吧 最好是在家里面 然后说有时候我实在是忘了 睡到堂上躺着的时候 你说我今天还没按摩 你就睡到堂上就可以做了 这个都很简单 随便往那一坐就可以做了 所以既方便又简单 但是功效很好 唯一的就是要坚持 一定要坚持 那么这边揉完以后呢 我刚才是只是示范这边了 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这边也是一样啊 我现在还是呢 中指 这样捏这个拽 然后手往后推 手往后拉 拉 你感觉整个肌肉都绷着在 拉 放松 再捏 拉 放松 这个你自己三十下 或者五十下都可以 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也是推 推 你自己推 推 然后或者是用这个工具 推 或者是你自己家里有刮刷板也可以 啊 就刮 因为你刮的时候你自己会判断的 你哪里痛你就知道哪里不通 所以越痛的地方你就自己就越多按一下 多推一下 那么第三个动作也是大大那个大指头 这样 五秒钟放开 按 五秒钟 放开啊 这个也可以按个三十下 然后呢 放松 放松 啊 你会觉得哎 这个这两个 液窝下面 比较暖暖的 而且很轻松啊 然后这个 腋下 你把这个地方按摩通了 也是 一个很好的 提高你的免疫力的 一个方法 因为刚才我说了 淋巴是我们的人体的一个屏障 那么你把这个屏障的那个能力 就是你把它的功能加强了 你把它疏通了以后 它的那个抵御外来的能力就更强 那么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就更高了 对不对 就这个道理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非常简单 你们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